今天萨克奇再度任命菲勇为总理 他表示新内阁将着重经济发展 被索马里海盗绑架超过了一年的英国 钱德勒夫妇今天获释 钱德勒夫妇是在去年的10月23号 驾驶游艇经过印度洋时被绑架的 2010王者国际经济论坛 今天晚间在台北登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受邀出席 并要发表演说 演讲之前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与克林顿会面 台湾五都选举逼近 在新北市长选情方面呈拉锯状 对于16号要举行的新北市长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表示参加 但是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则表明不出席 下期的内容请请留意 不凰咨询台各界新闻再会 人生如何面面出色 不因为掌声就听不到心声 不因为自己精彩就无侠为他人横财 移动护联时代做人生的赢家全球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也 1937年七夕卢沟桥事变后 上海和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遭受的血与火的洗礼 813松户会战 南京保卫战 南京大屠杀 彻底改变这两座城市的命运 一批珍稀影像的面试 关注我们重回1937年的南京与上海 1937双城记 上海南京珍稀影像揭秘 星期一开始 凤凰卫视中安台 刚才说到 这两年阿扁在看车所里 他可一直没闲着 笔庚不错 这出书啊 09年年初就出了头一本书 叫台湾的十字架 感觉呢 这作者当然就是钉上面的台湾耶稣 而且这个书出来啊 卖了一个火啊 就说是再版了六次 卖了四万多本 你想这销量 那可真不算多 大概在大陆的概念比起来 但是台湾书市近些年 他不景气 而且他这根本人就少 据说就这类书啊 在台湾就已经算是很火了 阿扁就已然算是畅销书作家了 那么这书卖的好 阿扁在里头这个心情也是大量 哎 说我要跟这个读者见面会 跟这个索方就提出要求 你看阿扁要不说是个能折腾的吗 他说啊 这个书啊 我要搞一个真文比赛 读后感真文比赛 那然后呢 争来的这个作文啊 我自个挑挑出十位作者 获奖者 他们将获得的奖励是到看守所跟我见面 他要在看守所里接见十位真文比赛获奖的人 这下看守所里犯完了 因为说这打从由我们这所开始 我们这就没搞过这个活动 还有这个收容人 这么整的 但是呢 你要说不准他这么弄吧 也好像也没有什么法律条文 说不不能这么弄 咱知道你像这个西方的那种法治精神里有一条啊 那法律没规定的 那就是可以弄的 好 那就弄吧 但是最后这所里说啊 这个这个见面会就就搞一下好了啊 这个扁哥就不要签名会了 陈居扁还要搞签名会 咋说说说 不要不要不要太高调 还是还是低点 毕竟是关在里头的 而且啊 你也得注意一点影响 怎么说呢 你说阿扁这么劲搞活动 人家这个看守所里 其他的收容人呢 有很多啊 对他这个不满意的 就是整天就见他在这出风头 闹我闹闹 闹得我们都这个不得安省 甚至有的收容人 对陈水扁在里边这折腾啊 都跟这个索方去投诉了 怎么投诉啊 就说哎 咱们这索里这 这还还有大人没有啊 这就是由了他这么胡天胡地 在扁半层统计的陈水扁被积押后 所出版书的销售量中 神水扁的第二本书 关不住的声音 印了两刷 共三万本 而他今年十月份出版的 一点八六屏的总统府 也因内容爆炸成为了畅销书 阿扁真是个死缠烂打 栗战型的选手 斗智 这个旺盛 看守所的管理人员都发现了 说到我们这关着的人 一般都是越关越憔悴啊 扁哥可真是与众不同 说打从他刚开头 关进来到现在 我们怎么搅着他呀 这个气色越来越好 说这个观看守所对他是大补啊 这个气色越来越好吧 甚至说到后来脸都放光 关的他脸都发亮 哎呦 这管理人员觉得好奇怪 说是你看 穿着一样的耗子服 但是阿扁 永远显得跟别人不一样 说他拿个气质 就不同 特征之一是阿扁 人家无论在任何时候 行住坐卧 永远脸上不变的那一抹呀 这个扁氏微笑 扁氏微笑 凸显他 就是跟人不一样 而且呢 阿扁关的这个房间 过去咱们知道一个著名的数字吗 叫2630 为什么聊这2630 你从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扁哥呀 还真是有点这个革命浪观 不是浪观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怎么说呢 他说呀 你们就以为我只会当什么总统吗 我是测字的小仙 2630 为什么关我的2630 有讲的 有什么讲 意味着我会第三度 当台湾的总统 就所谓总统了 人说那为什么呢 这你看 2630吧 二 阿扁说了 这意味着我呀 要二次参选 再次参选 对吧 六是什么意思 六六大顺 三是什么意思呢 那不用说了 第三任 他不是连任了一届 他认为他会当上第三任的这个所谓总统 他就说呀 有一才有二 有二才有三 无三不成礼 最后是圆满 圆嘛 就是这个零嘛 2630 你看 阿扁 他这个 把他激发成这样 啊 可是啊 说的这么样的有道理 问题是没过几天呢 给他换了个房间 换了 换到一个什么校医社呢 反正那房间的号呢 叫2185 这家阿扁 一时琢磨不出来 这个命理了 但是呢 外头的有一个跟阿扁作对的 那个著名的爆料的那个 就国民党那个立委邱毅嘛 一听这个2185这号就说 哎呀 招啊 当年把我关进去 我关的就是这一间2185 嘿 阿扁 这回是县世报 因为319枪起案嘛 当时候去抗争嘛 照讲 在台湾的抗争 不会判这么重的罪的 但是陈水扁当时候公开扬言 他说司法大很快会抓我坐牢 所以我很快的就被判刑 然后就入奸服刑了 我我其实 其实我当时被关在里面的时候 我出狱的时候 我就讲过 我说我出狱之后 只有一个 呃 重大的愿望 就是一定要把陈水扁也关进去 那我想明明中自有定数吧 呃 陈水扁 他种什么因就要得什么果吧 所以后来陈水扁也关了进去以后 而且当时我就说陈水扁关的时间一定比我更长 我那次被关了208天嘛 呃 陈水扁已经被关了700多天了 阿扁目前他最切近的奋斗目标 就是先得能出去 甭管怎么出去啊 先先得能把他放出去 可是你看官他的这个期限 一言再言 他的这个罪呢 那你等全判了之后 你才能知道 那么怎么样 他能早日先先放出来呢 似乎啊 似乎有这么一个路子 就是著名的海角七个亿 说是这个在扁案案发之初 特征组侦查到 扁家呀 把新台币七亿的这个新台币啊 汇往瑞士 就他儿子 陈志忠夫妇的那个户口上 那么这个审这个扁案的那个高院何一婷 就曾经表示 说啊 你把这个钱汇回来 就是把这七个亿汇回到台湾特征组指定的账户上 对对咱先把台湾人民的钱弄回来 因为啊严重怀疑 这七个亿是贬家的 在陈志忠当官的时候的这种非法所得 所以就说了 你把这钱先弄回来 那弄回来呢 那会说了 就是有可能啊 解除陈水扁的积压 就让你比如说取保候审呢 这人不就可以先出去了吗 而且当时高院何一婷还透出一个数 一个一个实现 就是说2010年6月11号宣判之前会回来 这事都好商量 那现在都几月份了 时间都过了 那这个钱怎么样呢 今年10月18日 在陈水扁上一个积压日期期满时 台湾高等法院认为 他仍不能证明海外巨款已全数会回台湾 而且涉重罪并有逃亡之余 因此裁定延压两个月 期限至今年12月18日 扁哥在法庭上呢 也会哭啊 啊 家伙说起来 那也就是说老婆我关在这啊 我也是有家的人呢 说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在里头 哎呀 不仅是想念我的老婆啊 而且啊 这个这个法官大人 你想到没有 我也是外公啊 我还是爷爷来 啊 这陈庆宇有孩子啊 这个这个 陈志忠 黄瑞亮 有孩子啊 他说我在里头听到怎么说呀 说我那个孙女问我那儿媳黄瑞亮 说爷爷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来看我们啊 我在里边那个外孙女呢 也问爸爸妈妈说 为什么老是见不到外公 他说我听到这个信啊 哎呀 我就是赶上 赶上 他一连说了三个赶上 而且扁哥说了 我不光是下游小啊 我还有老母呢 这么多长时间 我没有办法给母亲尽孝 老师这么关注我啊 我朋友说尽孝了 两年了 春节过年 这年夜饭 我都是在这个所里吃的 菜脯都一样 都给我吃佛小强 可是我想跟我的母亲团聚啊 这个这个我这不孝啊 呀 这个这个阿扁哥啊 怎么哭他都会 嗯 那么 说到这个团圆 今年三月 扁家倒是真有一次 大团圆 不过呀 是在法庭之上 台湾高等法院 一下审这个四大案 传讯 十七个证人 这里边就包括了这个 吴淑珍了 这个这个 陈志忠夫妇了 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一大家子 十七个都上庭了 阿扁 那天 上庭 走下球车 看得出来这头发 还很不能抹了一斤法油啊 很整齐 而且呢 虽然是关着 看来毕竟是当过总统的人 还懂得挥手制衣 一直冲这个媒体啊 群众啊 这个微笑制衣 步入法庭 进了法庭 哎 那真是有点感伤 这一大家子 在法庭上 团聚了一回 过去 贬家一家人是非常悄伤的 啊 那无数的珠光宝器嘛 那 陈志忠跟黄卫进在一起的时候 黄卫进本来是有男朋友的 根本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 那陈志忠带了他到国泰四华保险社 看他满坑满谷的钞票 后来黄卫进就动心了 就就把抛弃了 原来的男朋友 就跟他在一块了嘛 那陈志明的脾气 当然大家都看到了 那赵建民的穷奢吉月 大家也都知道的 所以过去贬家很嚣张很嚣张的 那这几年从贬案